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7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香港時間 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事事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探討一個特別話題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的恆大集團 曾經 在世界上 一個相當之 有錢的巨富 更加是中國大陸 曾經的首富 這個叫做許家印 我們這一節要揭露 就是恆大的許家印 他 最新被揭露 是負債 是2.4萬億 人民幣 成為了這個 是叫做 史上 最高 負債的男人 負債的程度 已經到了 債可敵國 古有這個叫做富可敵國 金有是恆大 的許家印 債可敵國 現在的國家 不是叫做富有那麼簡單 現在大家知道了 能夠借錢 才是最有錢 擁有多少錢 不是最重要 這個概念跟我們以往 可能在古代 還有是金融發展 之前 概念是完全不相同 今時今日的經濟在地球上 就是以 舉債 作為 最重要的 一個工具 而中國大陸 就是正正 也是 這個世界上 目前 是差不多欠債最高 的經濟體系 隨著中國大陸 就是金融泡沫爆破 現在 隨之而來 是中國大陸 的一大群首富 巨富 全部 面臨 高債務破產 這一節 我們 跟大家繼續詳細說之前 記得留意 這是本台的緊急呼籲 本台的主頻道戶口被封鎖 現在大家在聽的是後備頻道 我們敬請大家 轉發訊息 將我們這個 黃色媒體 反對派的媒體 升旗易得道 被封鎖的訊息轉發 亦都請 將我們的後備頻道 即是現在的星期二日報 的連結轉發 因為我們有很多聽眾 不知道我們被封鎖 亦都因為我們長期受到 YouTube的打壓 以及騷擾 我們的推送通知 在很多的台中 算是 相當之差劣 因為我們被徹底限制 想把我們 封鎖在特定的範圍 所以希望大家手動幫忙 同一時間 由於我們的盈利戶口 免費模式 亦都被徹底封鎖 所以我們亦都出現了 短期的經營困難 所以我們亦都沒有辦法 在這裏呼籲希望大家 希望聽眾和支持者 可以 付費支持本台 希望大家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亦都希望大家訂閱 這個是 後備頻道的會員頻道 我們向大家承諾 假如我們的主頻道能夠恢復 假如我們的免費模式能夠恢復 我們會第一時間公佈 希望大家 幫幫忙 亦都是繼續敬請 各位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敬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今天就是元朗721事件的四周年 為甚麼 港共和中共一定要控制所有的媒體呢 不讓你們發聲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他操控了所有的傳媒 就可以操控現實 如果所有的媒體 都不跟你說 721的事件 他就可以暗中 慢慢刪改歷史 慢慢令到這件事變得淡漠 這就是控制媒體的能力 這就是控制媒體的能力 永遠 我們 是反對派媒體 是必須要存在 希望大家 幫忙支持 我們回來研究這個 史上 負債最多的男人 原來只是一家是恆大 當然 我們知道 在法律概念上 公司負債 是不等於 個人負債 但是這個在正常 有法治的地方 實際上恆大 就是由這個男人 是許家印擁有 所以 始終這個負債是屬於許家印 恆大這家公司的欠債 居然 是債可敵國 是去到跟俄羅斯 跟阿根廷 政府外債 的數額是差不多 真的是既經四座 真的是做到 借錢 借到國家級別 你也算厲害了 這個真的是中國大陸 毀滅式 經濟發展模式 曾經有很多 時間 一段很長的時間 很多人 對於 中國大陸這一種 源源不絕的財源 感覺到莫名其妙 沒有辦法 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 所以有大量的人 就是宣佈自己要加入中國大陸這個 人民幣為真銀的陣營 在這個利益面前 誘惑真的很大 實際上中國大陸 所謂 生錢的方法 其實就是大幅借錢 根據這個最新的 2022年 業績報告 今年就是發佈上年的報告 因為今年還未完 恆大截資 就是上年年底 總資產和總負債 是1.8萬億 以及負債是2.4萬億 負資產 只是數字的缺口 都高達6千億 而且恆大 就是長期被停牌 足足十幾個月 都沒有對外公佈過 財務 這些資料 這家房地產企業 居然可以欠街外錢 足足欠 6千多億 你也算誇張 一般來說對普通人來說 1億 或者6億 就已經是天文數字 居然可以欠足6千億 2.4萬億人民幣 是一個甚麼概念 2.4萬億人民幣 折合計算 就是3000多億美元 原來 在現在這一刻的世界上 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只有29個政府的外債 是來到這個數字 所以 中國大陸的恆大 作為一間 私人的公司 作為一間企業 居然的負債 是可以拍得住俄羅斯 拍得住阿根廷 還要比 葡萄牙 以及菲律賓更加高 其實 就是因為 恆大在用的方式 新債 扣救債 就是借新的錢 回來還舊的錢 舊的錢永遠都沒有還 其實也很簡單 就好像你有爛賭的朋友一樣 今天問你借500 你叫他還錢 你借1000給我 我還給你 你再借1000元給他 他還給你 他欠你的債 就是1500 -500 就是1000元 到你下次追他1000元債的時候 他就問你借2000元 然後還給你1000元 又或者還給你500元 他一直 都好像 一直有還債 其實你再想清楚 根本由始至終他都沒有還過錢 其實是不停問你借更加多的錢 其實這個 就是恆大在做的事 當然恆大 不是好像你的爛賭朋友那樣 不停問你拿就算 他 做了很多大龍鳳 起了很多樓盤 這個跟中國大陸就是內房股 內地的房地產 能夠有預售 的獨特模式相關 明明 樓盤也沒有蓋 是概念 但是就可以買了一幅地 買了一幅地之後 就是做項目 然後就做project 寫好了這裏怎麼蓋 那個 項目也還沒有蓋 就已經可以賣樓花 賣完樓花 就有錢回來了 錢不是用來 繼續蓋這個項目 而是 去新的地方 買新的地 然後就跟你說我有第二個項目 有第二個項目 印了一大堆小冊子 又可以賣樓花 又會有一筆新的錢回來了 他們更加 會用例如50億 買五塊地回來 當中80% 是銀行的貸款 即是說 50億入面 自己拿了10億出來 就買了五塊地 就有五個項目 建築就一直拖下去 所以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爛尾樓盤 因為根本 不會有錢 他的新錢 就是給他用這種毀滅式的做法 有新錢就問銀行借錢 然後又再 納多幾塊地皮回來 然後又跟你說 是預售 其實 你會想到他永遠都沒有辦法 將 欠下來 的樓盤完成 因為 實際上借回來的錢根本不夠 再加上中國大陸斷工 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樓市崩潰 地產商也崩潰 所以恆大 一定 是叫做惡性循環 跟你剛才的爛賭朋友的例子是一樣 你剛才的數目一直累積下去 當你借到五、六千元 一萬元的時候 他又問你借兩萬元 然後又還回一萬元給你 或者還回八千 他欠你的錢 就由最初的五百元 滾到上去 他整個月的薪金 欠你一萬多元 你知道他根本就是游手好閒 一直根本甚麼都沒有做過 吃都沒得吃 拿去吃喝玩樂 有甚麼可能可以還一條數給你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房地產的情況 到最後 誰虧錢 就是借錢給那個人 在中國大陸 就是 大量的民眾 大量買了 預售 樓盤 的普通人 按照剛才所說的模式 恆大就是用了10億的現金買了五塊地回來 然後就跟你說 在三個月裏面就有100億的收入 所以正現金樓 就是有90億 短期回報率高到驚人 等於 是900% 然後 然後 那90億 又可以買幾十塊地回來 就是靠著這樣的方法 結果 恆大的負債 可以達到兩萬多億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真真正正正的模式 實際上其實原本 許家印 應該有的資產 本身的資本 應該只是30多億 居然 是用30多億借了兩萬億回來 即是 你有300多元 居然借了20萬回來 試問你怎麼還錢呢 為甚麼這個叫毀滅模式 就是 其實 一定是會爆煲 結果當然 是這樣的狀態 其實很多 經濟分析也早就知道 不僅是恆大 整個中國大陸的企業 還有其實地方政府 的經營模式也是一樣 所以根本是一定會爆煲的 這個根本 不是唱衰 是一定會發生的事實 跟你的爛賭朋友不停問你借錢 你從來都沒有見過他做事 是一點分別都沒有 除了去騙別人給錢 可能可以還一部分債務給你之外 根本 就是絕對不可能還清 所以 怎麽會不爆煲呢 覺得可以永續 的人才是有問題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模式之下 再加上 背後有政治 有後台的操作 眾多的模式結合出來 產生 這個是史上 負債最高的男人 而現在這個男人和這個企業 正在進入 萬劫不復的地步 中國大陸 為甚麼好像沒有事呢 其實他不是沒有事 他是已經出了事 中國大陸是透過徹底的行政手段 將這些事件 硬生生 是壓下來的 大家想想一下就會想像到 連文革 大饑荒 大躍進 種種的事情也可以發生 小小的金融泡沫 小小的維權 小小的債務爆煲 對於中共 這個老玩家 透過 徹底控制群衆 例如這個絕對清零 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連門口 都出不了 你連坐巴士都坐不了 你還跟我說去維權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中國大陸夠膽 那麼大膽 也對於現在的當權者來說 經濟問題 根本就不是問題 真的在搞大躍進 甚至乎是文革 我們這一節也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